比尔盖茨时常说在一个这个信息的时代掌握信息掌握资讯重不重要 事实上比尔盖茨说这个不太重要 掌握未来的趋势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呢都在掌握信息 但比尔盖茨这些最会赚钱的企业家 他们都在掌握趋势 而且不只是掌握趋势 他们要掌握全世界最大的趋势 贾布斯呢掌握了个人电脑的趋势 但是比尔盖茨呢他了解控制电脑硬体的是他的软件 所以软件应该是一个更大的趋势 所以比尔盖茨今天会成为世界首富 完全是因为他的眼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立刻把我们时常用的那些品牌 不要讲哪些牌子立刻藏起来 因为我的手机只要拿出来摆在他们的旁边 几乎看起来像古董一样的老旧 我看到NTT多克莫可以上互联网 他的手机比我们小 比我们现在使用的任何一种机型 重量还要轻一半以上 而且价格一台只需要一百块美金啊 我们的手机买多少钱 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 品质又好 重量又轻 造型又美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是互联网创业导师 很高兴您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您在玩手机和电脑的时候 是否讲过通过一部手机 住家就可以创业呢 转答分享就秒结到账 很多人做了两三个月就月收入过万了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 已经帮助了很多90后 表思网忙 通过我们这事业平台改变了命运 如果您也渴望成功 那么请拿出您的纸盒笔 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QQ 135 852 3348 QQ 135 852 3348 微信 182 9085 5363 微信 182 9085 5363 一您导师为您详细解答 我们系统的使命是 让我们上网变得更有价值 了解不会损失什么 拒绝了解 可能错过良机 谢谢 一样好 比尔盖茨首先有一个观念 他说啊 不是所有行业 赚的钱是一样多的 不是所有的行业 赚的钱是一样多的 这句话他真正的意思就是 有些行业比较会赚钱 所以我们中国人时常在讲这个 男怕选错 行 女怕 选错 行 OK 这个是永恒不变的道理 所以当我们做一份事业 我们决定他是否成功 或是他能赚大钱 首先呢 我们必须对这个行业 有所评估 就像这个亚洲首富 孙正义 他在24岁创业之前 他研究了40种行业 他要研究出那种 最赚钱的行业 Hein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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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